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新乔贸易总公司的董事长 是司徒美良先生 我叔叔以前曾经跟他一起共过世 那年 司徒美良先生还去过我们家 我们见过一面 好 我明天就去找他 争取尽快进入新乔贸易有限公司 好 有学问有见识 不但人精干 口才也好 不亚于你叔父当年 我看 你就担任我的交际秘书 我让事务秘书给你安排一间办公室 叫事务秘书孟广心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你现在不仅是公司的大股东 又是我的交际秘书 都是一家人了 不要客气了 我们刚刚又截获了北京潜伏特务发给台湾的电报 他们在毛主席出访时实施的谋杀计划未能得逞 于是准备在毛主席回国途中下手 这帮狗东西 简直是痴心妄想 对了 你上次来电话说 针破工作有了进展 现在情况怎么样 冯天兄同志就利用这个交际秘书的身份 查阅了全公司职员的花名册和入股名单 果然查到了季采楠和他的养母季兆氏 是新加公司的入股户 好啊 你们的行动还要加快 昨天晚上我一回到北京 就去了总理那儿 正好李克农同志也在 总理和李部长十分关心案情的进展 还有毛主席从莫斯科发来电文批示 要求我们一定要在他回国前侦破此案 你好 请消息 你帮我存一下 好 ci af 总解啊 等一下 先生 请您将前当场点击 好 风铁熊同志 一到新乔贸易公司 就发现姬彩楠 与这个孟广心的关系暧昧 于是 我们马上派人 把这个孟广心监视起来 果然 姬彩楠 让孟广心 替她到天津取回了汇款 你打算怎么办 是否逮捕这个孟广心 不可 这个孟广心 只是一个被姬彩楠 利用的角色 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触到 真正的敌人 甚至连这个姬彩楠 都不是真正的潜伏特务 你们下一步的工作 应该设法打入姬彩楠的生活圈 尽快找出姬彩楠背后的 关键人物 我明白了 对了 冯铁熊同志 今天又报告了一个新的线索 计算来跟一个叫李超山的资本家 关系也不正常 你再跟冯铁熊联系一下 看看这个李超山 有没有可利用的价值 李先生 两位先生光临寒舍 令我李家彭力生辉啊 不声 荣幸啊 不速之客 讨扰 讨扰 贵客登门 是我和超山的荣幸呢 李夫人客气了 李先生 这位是华北贸易客栈 北京庆丰公司的董事长 曹国强先生 幸会 幸会 久仰李先生 今日登门 特意请教京营之道 曹先生 您给我签了 请二位到客厅代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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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好 来 抽烟 不会 不会 抽烟 好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李先生请便 二位请喝茶 请慢用 我去去就来 好 好的 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名字 一一打电话通知他们 我马上就给你弟弟打电话 让他明天按时到伊兰堂 好的 其他的人我马上也通知 好的 继续吧 我是李超山 你姐姐替你们准备好了 明天上午十点 北海伊兰堂聚餐 对 其他人我再通知 你一定按时到 好啊 好的 明天见 小王 去电话监听所 事情办成了 都在我这上面呢 客厂 你真神了 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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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有了新的进展了 我们从电话里监听到 李超山打电话邀请的这十几个人 这是他们的名单和电话号码 其中包括华北行政委员冯老头和孟广心 哦 对了 户籍组的同志 报告了一个新的情况 他们通过查季彩南的户口发现 季彩南还有个弟弟叫季旭 就住在南池子 南池子 嗯 这就很明显了 南池子仅靠中南海 在人们的想象中 那里是一个防范严密的禁地 但同时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真空地带 对潜伏者来说 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看来孟广心的款已经到了他手里 所以他着急明天要请客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查清这个继续的真实身份 嗯 好 今天夜里你们就不要休息了 你不是有 在保定缴货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名单吗 再查一查 全查变了 根本就没有性计的 莫无论 我这底子 我这也没有 我这也没有 不过 我这边倒是有一个姓季 但是不叫季婿 而是叫季兆祥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你先进去吧 我在这儿等一下继续 请 要特别注意季彩楠的弟弟 继续的事 跟大家都交代了吗 都已经交代清楚了 你就放心吧 里面的收票员 服务员 还有清洁工 都换上我们的人了 门口卖糖果的那个小贩 是你们嗑的猴子吧 就是他 这小子装得还挺像 继续啊 我说你啊 怎么才来啊 大伙都在里面等着呢 快快快 咱们进去吧 正主刀啊 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我们有三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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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 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比民族资产积积极主义都将感到兴奋 可以孤立资产积 beloved 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 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 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所定的条约 第二个方案是由两国同心社发一个简单的公报 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条约交换了意见 第三个方案就是签订一个声明 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求 如果按第二第三两个方案 周恩来可以不来 我认为第一个方案是最好 需要让几位友来来来来 对 当然 这很好 非常好 勿多 需要更早地让友来来来来来 能不能尽快赶到莫斯科来呢 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 恩来有5天的准备时间 1月9日从北京动身 坐火车需要11天时间 1月19日到莫斯科 1月20日至于月底 1月10天时间 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 2月初 我和周恩来一道回顾 товарищ Мао ваш план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продуман 这就是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 вы так далеко приехали к нам что бы вы еще хотели узнать 我们两国之间の Мао и Ван 也需要签订几些协议才好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с чем мы можем начать решение этой труд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мы должны сделать что-то я думаю,首先应该是贷款 торговые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е торговые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е торговые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вы только посмотрели полностью с вами согласен я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гласен вы согласен товарищ Мао вы не хотите куда-нибудь съезди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 что-нибудь у нас что-нибудь у нас 我是要到各地去转一转 看一看 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 有关社会主義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а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а мы для вас устроим все самым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он может обеспокоитьс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мы будем считать что удовлетворили требования Мао Цзэдуна говоря объективно все его требования логичны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давно вас не видел в таком хорошем настроении это достигнуто с вашей помощью но наша работа проходит под ваши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просто условия уже все созрели мы должны устранить все преграды и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я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и должны укрепить дружбу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и наш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это вот ? кляну, 你也别光看着 拿个碗来 见面分一半 这是老规矩 不不不 主席 这是专门给您做的 等会儿我们几个人 一起到厨房去吃 他们几个月都没睡啊 从昨天夜里看到 您高兴的那股劲儿 大伙儿啊 一猜 肯定这一夜您不会睡 所以啊 大伙儿也都没睡 我不能不高兴啊 到莫斯科这么多天 终于看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是 也算是好事多磨吧 刚才我给中央写了个电文 把我们在莫斯科的情况 通报给家里的同志 也让他们分享一下 胜利的成果 是 电报了最后 我告诉恩来 让他于五天内准备完毕 然后协同贸易部长及其助手 带上必要的文件材料 于一月九日动身 坐火车来莫斯科 由董毕武同志 带领政务院总理的职务 啊 要加上一句 有 叫李傅春或其他同志 同来协助之必要 山崇水赴移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到底还是主席啊 所有的难题都被他一一化解了 是啊 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 使得西方国家的谣言不攻自破 现在斯大林又同意签订 新的中苏友好条约 都是喜事啊 下一步 就看恩来同志的了 恩来是谈判高手 这次也一定不辱使命 主席只给了我五天的时间 这可不是一般的压力啊 文件和材料 我已经让政务院办公厅的同志们准备了 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出国人选吧 少奇 主席从莫斯科来店了 是主席凌晨四点发来的 是向我们进一步说明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 这一行动啊 将使新的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力的地位 使资本主义各国呢 不能不就我规范 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 废除旧的条约 重定新的条约 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主席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的 所以啊 这个条约不仅要签 而且一定要签好 我看莫斯科的冬天比北京冷多了 所以来了这么多天 我宁愿在屋里待着读读书看看报纸 既然主席受不了那还是回房间吧 难得今天天气很好 在外面晒晒太阳还是不错的 这可是莫斯科的太阳啊 主席说要去利宁故乡参观的 什么时候去啊 我们在人家这里还得听人家的安排啊 他们这些人办事就是拖了 主席 少奇同志发来电报 好 美国人说他们无意插手台湾问题 这对我们解放台湾无意是有利的 走吧 进屋 夫人 大令 大令 夫人 你看看 美国的杜鲁门和艾奇逊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背信弃义 落井下石 我就不相信 离了他美国人 我就守不住台湾 大令 何必发那么大火呢 美国人 也有他们的难处 毛泽东现在正在苏联 美国人是担心 他和斯大林串通一起 对美国人不利 我觉得 这只不过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的 一种外交辞令 他们是不会抛弃老朋友的 那么就烦请夫人 通过你在美国的关系 再好好地了解一下 好 好 我们和我们的兄弟姐妹 在商量着问题 因为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母亲 雅鲁藏不疆 因为有喜马拉雅山 才会有水 因为有巴松错和纳木错 我们的大地 才有了灵魂哪 解放西藏进驻昌都 是第一步的关键 待中央命令一下达 我进藏部队 应分别从 康熙 川中 滇西 前出至康藏交界处的 甘兹 邓科 德阁一县 直逼藏洞重镇昌都 既然已经明确有十八军 负责进藏任务 那就尽早跟他们明确 要早点掌握情况 就进藏的时间 兵力配置 应先机占领哪些前沿地带 如何修筑道路 怎样培养藏族干部等事宜 拿出具体方案和措施来 我看 首先要执行中央的指示 成立一个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 统一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 这个工作委员会就由张国华任书记 这个统治无论军事还是政治工作 都有一套啊 这个统治啊 报告 刘四位好 柯老总好 邓志位好 你这个立决啊就是李淑多 地图都标好了吗 都标好了 请司令员检查 好啊 真不愧是刘司令员带出来的 这图上作业就是规矩 人家李觉同志啊 参军前就是大学生 文化水平高得很呢 好 你们去休息吧 是 张国华的十八军军部 就设在乐山 明天啊 我们几个是不是去一下 先给他们传之风啊 好啊 你一说啊 我现在就想去 听说乐山辣子鸡味道特别好 贺老总不说我们差点忘记了 都快八点了 我们晚饭还没有吃啊 你看 老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都忘了过年是什么滋味了 这鬼啊 就让你知道知道 到时候啊 你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想睡啊 就睡 保证不用担心有什么敌情 喝酒吃后过大年 从小就盼 终于盼到了啊 这才人过的日子嘛 这才几天不打仗 你看看这帮小子 到了天府之国 个个都想当神仙 有这种想法的人 可不在少数啊 好 罗主任 你好啊 李光临董事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 来 坐坐坐 你还不知道吗 他现在呀 是十八军政委 唐冠三的妻子 是吗 如果长征的时候啊 还是红小鬼哪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李光临同志 总政治部 让十几个领导的家属 到乐山的二爷去报到 你是老革命了 也是其中级别最高的 所以我们决定 让你带队 就不再派人送他们了 是 来 喝点水啊 许多的家属啊 都身体不好 有的还带着孩子 你就多操点心 路上好好照顾他们 你们早点准备一下 尽量争取早一点动身 下一步啊 十八军可能有重要任务 你们过去 与丈夫团聚一下 这几年打仗啊 大家都是聚少力多 可不是 我和冠三 都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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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军长和政委到我们联部来了 干什么 我听见军长正在训我们的指导员 说 为什么不训练 训 训什么练去 都解放了 还训什么咧 国民党 都跑了 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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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军长政委 十八军五十二十一营三连连长 庄大运向您报告 我连正在杀足 杀了几头了 一头都没杀 笨蛋 我早来早就杀好一头了 你小子日子过得不错 天天在过大年 庄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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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 你看你成什么样子了 去 盗 找几个人把你们连长嫁回去 关台三天均逼 是 去 军长 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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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 放开我 我猪没杀完哪 这个庄大运哪 政长 政委 只怕我们很多统治和他现在的想法一样 都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思想 这实在太危险了 我们一定要整顿 从思想上让他们重新认识 我倒要看看 有多少人想装大运这个样子 来 有 集合 是 都听好了 抗战士胜离了 革命是成功了 但是军队就是军队 但是军队就是军队 而且永远是军队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好 谁能给我服输一遍 抗战胜利了 革命成功了 我要的是后两军 军队就是军队 而且永远是军队 军队就是军队 军队就是军队 而且永远是军队 军队就是军队 而且永远是军队 军队就是军队 军队就是军队 而且永远是军队 我的意见 我们进军西藏的计划 可以一边上报中央 一边往下布置 让张国华部署一个团 在辛金穷来一线 其余部队 在乐山 丹陵待命 我同意刘司能源的意见 我看可以 就让十八军的 事意上干部 立刻到重庆来受领任务 虽然电报中 没说是什么事情 但以刘邓赫三位首长 联名签署之举 可见事情的重要性啊 时间紧破 连夜通知各师师长政委 十五号前准时赶到重庆 另外 潘政委这几天下部队去了 你想办法跟他联系上 请他尽快赶回军部 怎么样了 快了快了 马上就好 快了快了 都说了十几遍了 什么破车 还不如骑马呢 要骑马早就到了 报告 这是谭政委家吗 是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十八军还有不认识我 庄大运的 庄大运 你是谁啊 你像个主人似的 我说你们这些女兵啊 你别没事有事 总往政委这屋跑 你知道吗 对政委影响不好 非常不好 那你的意思是说 经常有女兵往这跑啊 那谁知道啊 我就是提醒你要注意 知道吗 要注意 你 没事该走了 快快快快快走 我找政委还有事呢 快走 他没在 我都等他半天了 你找政委有啥事啊 我 你找政委有啥事 你就是想给政委当媳妇 你就是想给政委当媳妇 你就别做梦了 我告诉你 我们政委都跟我们说了 他媳妇那可是经过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老红军 人可漂亮着呢 好看 比你好看 你 你也挺好看的 这辈子轮不上你 你去去快快快 你干干啥干啥的 我就是你们谭政委的媳妇 真的啊 真的 是挺好看的 是挺好看的 政委说得不错 挺好看的 你找你们谭政委有什么事啊 我 我找他要媳妇 要媳妇 你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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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 我装大运 打小离开家 打完了鬼子打老奖 大大小小的仗 我也打了上百厂 挂彩我就挂了十四回 我现在身上留下的蛋片 至少说也有七八块 你在咱们十八军 你 你打听打听 我 啥时候怕过死 啥时候含糊过 大姐 你看看 看看 二等功的 三等功的 一等功的 特等功的 一级战斗英雄的 这不是谁都能拿着的 我现在啊 我什么都有了 可是我没媳妇儿 这个滋味有多难受 过去的时候 咱光顾打仗了 也不能想别的 现在和平了 解放了 我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想有个家 只想有个家 你 你知道 这是什么滋味吗 你看这样行不 兄弟 要是碰见合适的话 大姐给你介绍一个 真的 真的 你可别蒙我 真的 那我就谢谢你了 不谢不谢 好 大姐 谢谢啊 那我走了 这小子 请 主席 主席 这位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维新斯基同志 这位是苏共中央委员 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克同志 我们都见过面 我们都见过面 请吧 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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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这些人 的信息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这些人 中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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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系列 非常感謝俄羅斯政府做出這樣的決定 我們已經在巴黎此事了 社群政府都必須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Гандминдан уже не имеет права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Китай Вы должны послать свои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ОН 包括安理會都應該由你們派出自己的代表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НР до полного занятия законного места КНР в ООН 謝謝你,維新四季同志 謝謝,蘇聯的同志們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請 主席 已經凌晨四點了 您怎麼還不回房間休息啊 外面夠冷的 你們都去睡吧 這麼多人陪著我一個人熬夜 不公平啊 以後啊 你們排好班 留下一個就行啊 不要都跟著我打替勞戰 本來是排好班的 可見主席這麼高興 我們也跟著高興的睡不著了 高興歸高興 就還是要睡的吧 走吧 來 來 來 好 好 來 好 嗯 好 主席 您是不是该休息了 家乡 你来了正好 我带原来他们起草了一个 治联合国安理会的声明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的名义发出去 好 争取让联合国安理会 早日恢复我们的合法行为 开除非法国民党集团的代表 在电报中 我也谈了一些 进出口贸易的问题 以便恩来他们 来莫斯科谈判时 有所参考 主席 您真是太辛苦了 电报的事 我让叶子龙同志去发 您还是早点睡吧 好啊 那我就睡了 那首歌唱得不确实啊 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声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哪里知道 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毛泽东却要蒙头大睡了 你不想做不耹 我先好 那首歌唱得不确实 我先好 我先好 阳子龙和日子 那首歌唱得不确实 感谢观看